歡呼聲伴隨著火箭 在美國德州冉冉升空 第五度試射新建火箭的SpaceX 這回終於成功 前四次都以失敗告終的試射行動 這回光助推器就裝有33個甲烷燃料引擎 SpaceX除了超越了自家過去出產的火箭 同時還有更為先進的技術出現 我們可以看到它流下了 把火箭推上空的助推器 靠著機械臂筷子 這一回讓七十一公尺高的它 自己乖乖回家 回收方式堪稱前所未見 讓所有員工哄堂喝彩 讓人振奮的瞬間 當然少不了它老闆馬斯克 它在X平台上發文就寫到這塔接駐了火箭 就連以下定兩艘星艦的NASA 局長Bill Nelson也轉發影片 祝賀完成了火箭發射的成就 替人類歷史又增心眼 三連新聞報導